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廚良 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上一集,我分享了港式老水评判的做法 未收看的朋友可以按右上角现在显示的这条连结 至于今集,我会转用白老水汁 用白老水汁和大家分享另一款食谱 它就是海捷的朋友,分题 究竟最方便最快捷,准备白老水汁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而怎样去将猪手起骨? 还有,做紮实又大牙的分题有什么技巧呢?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会一一告诉你 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和记得按小叮当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出的新片了 大家首先看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做白老水分题所需要的材料就是这么简单 记得还要准备冲,几块姜片和米酒 我们在飞水时要用到的 同一时间,我准备了一份英文版的食谱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这里 好了,上一集玩了港式老水料包 那今集我们会用到白老水料包 这包就是李錦记的秘制白老水料包 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有异名 它后面有图文并茂解释了 究竟这一袋方便料包里面有什么呢? 现在展开给大家看看 里面分别有一包特级老水香料 和有两包秘制白老水料包 煮白老水的香料和酱汁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先准备猪手 今天我用到一只急冻猪手 大家首先将买回来的急冻猪手解冻 然后清洗干净 当然大家如果买到新鲜的猪手 就最理想不过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煲 在煲中注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将猪手放进去 现在我们要进行飞水 为了披一披味 我们会放入一条葱 还有切几块姜片 还有一汤匙的米酒 不用米酒用花雕韶也可以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大火 去将水煮滚 将水煮滚的过程 同时可以将猪手里面的血水 和腥味逼出 很快你会见到那些污脏东西浮面 那我们拿个穴筆走它 飞好水之后 我们将猪手隔水 如果你看到猪手上有些血块的话 记得用水冲走它 洗净锅后 我们重新注入1000毫升清水 接下来我们先加入步骤一的这一包特级滷水香料 骤眼看都有十款香料 例如有月桂叶 陈皮 肉桂皮 八角等等 接下来吸烤锅盖 用大火将水煮滚 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水已经煮滚了 在这个时候可以关火 然后吸烤锅盖 我们要将香料焗一个小时焗到它出味 等香料焗出味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步骤二的这一包特级滷水料包 就这样闻下去的味道也挺鲜香的 下完第一包之后 就可以下第二包 然后我们可以开大火 将白露水汁煮滚 当你看到白露水汁煮到大滚之后 就可以加入已经飞水的猪手 大家可以像我那样 找个小小的煲仔 刚好配合去煮猪手 接下来转中火 将猪手煮大约一个小时 很快一个小时就过了 看看猪手 刚刚煮好的猪手 真的充满着骨膠原和很香 我们将它夹出来 然后将它略略摊一摊 摊到它不太辣手就可以了 但又不可以完全将猪手摊到冻了 不然包出来的分体是很丑样很松散的 刚好我的猪手在这个位置煮到爆了 所以我就选这个位置下一刀 好像这样 之后就可以运用把剪刀 将骨头起出来 大家只需要像我那样 慢慢剪 而且轻轻在根位上要剪一剪 而且剪的时候要很小心 除了不要剪到自己的手之外 也不要剪断猪皮 快点快 整条骨头就这样就起了出来 为了令到做出来的分体好一点 如果你们看到猪手上有一些凝固的血块 记得先将它们切走 那么我们模仪将猪手捲起 有没有发觉一边粗 另一边就幼一点呢 对了没错 因为一边的肉底较厚 另一边就较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移植的步骤 就是将猪肉从较厚的部位 切出来 然后移植到较薄的位置 接着下来 大家可以像我那样 拿刀出来 在较厚肉的位置垂直切几刀 这个做法可以令到一会儿捲猪手捲得更容易 和捲出来的分体更加紮实 好了 那现在准备一张保鲜纸 我们准备将猪手捲起 我们将猪手放在保鲜纸的中间位置 然后将猪手紧紧地捲起 我建议第一层是用保鲜纸 而不是用石纸将猪手捲起 原因是保鲜纸透明 大家可以观察究竟捲得实不实 譬如可以看到猪手收口的位置 会不会抹得太开 还有保鲜纸它是带有弹性 所以我们包猪手的时候 可以用力扯行保鲜纸 务求将猪手有多实捲多实 还有在一路卷的时候 尽量将猪手里面多余的空气擠出来 包了两至三层保鲜纸 最后我们就可以出动石纸 去将猪手固定 卷成一粒糖 然后就可以放入冰箱里面 放在普通格就可以了 冰最少6个小时 大家早一晚弄定 第二天就可以拿出来 那我们将一些石纸和保鲜纸 先剪开 其实一只猪手可以做到两大碟分体 其实厨梁今天只打算做一碟分体 那我们就将分体在中间切开 看看多紮实 那我们只切半只分体 另外那半可以用保鲜纸 包在放入冰箱里面 接着我们就可以用刀 去将分体切成薄片 今天厨梁跟大家介绍的分体食谱 是否比你想像中的更简单又容易做呢? 至于用来怎么分体的酸辣汁 是怎么开的呢? 一会儿厨梁 就会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 用文字去补充做法 如果大家有什么食物 很想学做的话 很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告诉我 好了 今天厨梁的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个like我 和记得分享食谱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